大家好,这是瑞士看展系列的第一集 开篇呢,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下上周我去观看的巴塞尔艺术展 瑞士的巴塞尔艺术展被誉为全球最重要的当代艺术博览会之一 创建于1970年,巴塞尔艺术展是画廊商展式的缔造者 自开展以来,每年吸引着无数艺术爱好者,画廊与藏家 自2013年开始,艺术展每年有三个展会 分别在瑞士的巴塞尔,美国的迈阿密,和在亚洲的香港 2020年的巴塞尔艺术展因疫情关系而延期至今年9月开幕 互别一年后的巴塞尔艺术展为大家带来了33个国家 272间艺术所提供的4000多位国际级现代艺术大师及新进艺术家的精彩作品 巴塞尔艺术展设有Unlimited开放展区和参展艺术区 以及连接两个展厅的户外大型公共场所 在接下来的视频中,我会着重介绍几个今年 在Unlimited开放展区里的亮点大师作品 那天我到的时候,正巧看到英国艺术家Monster Jetwind 为连接两个展厅的大型公共广场所创作的舞蹈表演 这个创作灵感来自Salvado Dali的《哭泣的眼睛》 由表演者在巨大的半透明球中舞蹈 从而创作出水滴舞的场景 评票进入Unlimited开放展区 迎面就看到展巾入口放置的奥地利艺术家Philip G.Mischer 创作的巨浮动感作品《自给自足的内在心态》 在艺术界的富裕史册中 阶级动态经常被排除在谈话之外 但Philip在他的设计中提出了 关于基于阶级的排斥、社会流动和权力动态的重要问题及思考 《面包屋》是瑞士当代艺术家Wuze Fischer 最具标志性的作品之一 他采用了面包、木材、膨胀泡沫塑料等普通材料 仿造了一间古老仿真人生活环境的木结构房子 随着时间流逝 面包逐渐变质 面包屑和木屑洒落了满地 并且散发出一种沉浮特殊的味道 艺术家通过这种自然的质变过程 揭示了当今社会现象存在着诸多不稳定、不确定与不安全的因素 Fischer拒绝创造永恒 他说永恒是一种负担 消亡是一种责任 无论运用哪种材料 他总让它们变形 他的作品中永远都有自我毁灭的可能性 提示着消亡的过程 已故美国艺术家Dan Flavin 巧妙地利用商业营工灯 创造出光与色彩结合的装置艺术杰作 作品从根本上建立和重新定义了空间这个概念 池田亮思是一位日本电子作曲家和视觉艺术家 他通过数学精确度和美学来探索声音和光 通过编排声音、视觉效果和材料 他测试了人类感官和数字技术的极限 这里展示的是由艾比当代委托制作的 池田亮思三部曲数据驱动的第三个 也是最后一个变体 池田的数据驱动三部曲 将大量科学数据集转录并转化为他自己 对世界各个维度的催眠表现 这个作品让参观者沉浸在宇宙旅程的三种变化中 从微观到人类再到宏观 感谢观看 出生于哥本哈根的欧拉佛 受到他对感知、感官现象、运动和自我意识的兴趣驱使 跨越雕塑、绘画、摄影和装置 他的实践还包括公共空间的干预和项目 他的这个多元组合是对光及其抒情可能性的研究 LED与一系列缓慢旋转的独立物体相互作用 例如透镜、镜子和过滤器 使分裂、扭曲、反射和折射的光线投射到背头屏幕上 创造出一系列富有湿意的形状、发光的颜色和阴影 使黑暗的空间充满活力 参观者被邀请从各个角度观看投影 包括从屏幕后面来发现发光编舞的光学机制 这种身临其境的环境建立在20世纪早期的抽象动画实验之上 Olafur由此扩展了对感官现象和感知的探索 这幅摄影绘画展览中的图片 出自英国艺术教父David Hockney 这是他首次结合三维摄影和建模软件 开发的一种真人大小的摄影绘图 是对观看艺术行为和时间流逝的一种沉思 他挑战了传统的图像空间和叙事方式 在二维空间和时间上进行交流 一个公海浮标静静地在展区的上空掠过 德国艺术家Julius 受希腊神话中的海洋女神Tertis形象的启发 而构思了原始项目Tertis的表情 出生于亚马加圣安德鲁的Nari Ward 以其发现和收集废弃材料 并组合成雕塑装置而成名 Nari在圆形和钻石形状的图案中 聚集了无数建筑铁钉 脉洞的光影像是漂浮在黑蓝色大海中的波伦海浪 这位艺术家第一次在佐治亚州萨凡纳的非洲进行会教堂 看到这个符号并获得灵感 这个刺入教堂地板的符号 就像是为逃跑的奴隶而制造的呼吸口 Richard Deacon出生于威尔市 是英国当代最著名的雕塑家之一 Richard以风格多变的抽象雕塑撑住于世 这样的风格或许源自于他对自己身份的特殊认知 不是一名雕塑家 而是一位制造者 他所做的也不是要塑造某个具体的形象 而是将材料以制造的概念组装 组建为一种新事物 The Third Family是已故伊朗艺术家Monyer的大型作品 60年来 这位伊朗艺术家使用镜面马赛克和玻璃反面绘画的传统工艺技术 开发了自己的抽象作品 他的万花筒作品探索了苏菲派的神秘主义和几何学 融合了他在战后几十年在纽约学习和工作时 接触到的20世纪抽象艺术运动 在这一系列中 艺术家揭示了严谨的结构和无尽的重复 是如何成为无限可能的源泉 川渝镇的这幅大型画板 描绘出人类与自然因素相互碰撞所造成的破坏 在这里 我们不仅见证了景观的持续性 也见证了风地震和串流等短暂的自然元素 它们也可以被看作是陷入混乱的环境 提醒我们最近和过去在战争中被炸毁的荒凉城市 这些画作揭示了景观的强大力量 与我们脆弱而具破坏性的文明之间的永恒张力 Enzo Gucci是一位意大利画家 也是1980年代先锋运动的核心人物 他融合了介于时间和历史之间的美学 从而综合了个人神话和集体想象力 来自奥地利的Valley Expo 作为电影、录像和装置艺术的先驱 创造了战后最重要的女权主义 两把巨大的剪刀交织在一起 既牵巧又具有威胁性 Expo将琐碎的日常物品 转化为一个标志性的、复杂的主机 同时隐喻内部、条件和社会权利的关系 这幅创作是Maliko 以民主直觉为主集的史诗般的21幅系列画之一 它考察了南部非洲 每个小组画都描绘了性别分工 及其在日常生活中的表现 即涉及维持土地、家庭和家庭的工作 它结合历史绘画和电影《蒙太奇》的方式 探索了阶级、种族和教育的区域问题 激进主义是美国当代艺术家 Kerry的实践核心 该实践是调查、种族、家庭关系、文化认同、性别歧视、阶级、政治制度和权利的后果 这次的巴塞尔艺术展 Unlimited展区的亮点作品就讲解到这里了 这么多的作品在一间内根本就看不完 希望明年能够抽出三间的时间 可以将三个展区的作品都能仔细欣赏到 如果你们喜欢这样的艺术展览介绍和作品解读的话 就点击订阅咯 谢谢大家的观看 那我们就下期见